凌霄花基礎教学 这是第一集 这一集呢 就是介绍并示范 花如何把它完成 凌霄花是个观赏价值很高的 这个爬藤类的植物 它的金干呢 这个每一节都会长出这个气生根 然后这个气生根呢 就可以攀附墙壁 就有点像爬枪斧一样 它比起紫藤 还有其他这个曼藤的植物啊 更会爬墙壁 不用人工去加以导引 那这个花呢 这个有两种 一种是颜色比较红 但是花朵比较小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花瓣比较大 比较橘红色 这个花在开的时候 它这个花精垂下 随风飘荡 而且色彻鲜艳 非常具有观赏的价值 它的叶子呢 有一点接近紫藤 也是 这个有一堆一堆的小叶 跟最后一片都是基数 那大部分都是三组到四组 但是呢 这个紫藤花有四组到九组 然后再加最后一片 首先呢 我们要用猪标 用阳好笔 画在生鲜纸上 笔尖沾阳红 假如说你没有猪标 你就用黄色调红色 就变成橘色 它的花瓣比较圆润饱满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个毛笔要转动 由于笔尖沾比较深的阳红 所以画出来就有深浅的 这个差别 它是五瓣的花 所以你看这个毛笔 就要这样转动一下 水分要多 它这个花瓣才会锋润饱满 这个稍微侧面一点的 这个毛笔都是要一直转动 它转的比画那个红色的梅花还要大 因为它花瓣比较大 所以转动的幅度就比较大一点 这个花瓣画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调绿色的 再点花心 那现在它侧面的 顺便要画出它的花筒 它像喇叭状 现在花心呢 我们用绿色染一下 绿色是含色调 然后在加花瓣的时候 它会对比称出 会很亮丽 那这个加花托 这个花梗 在胃干的时候 我们加这个花瓣上的经脉 在湿色的时候加 它才会融为一体 它这个加这个 花瓣的这个经脉的话 要带一个幅度 因为它的花瓣是 带有一点 环卷 这来用黄色调白色 调成一罐混黄色 专门来点花蕊 由于它底下的是 含色调的绿色 所以花蕊一点 它精神就出来了 而且会对比的更亮丽 现在加它的花包 花包是被那个花 花托包起来 它带有一点零角 有一点角度 它呈现这个三角形的形状 接着我们要来示范一串的 这个零霄花 那首先我们先画 这个已经盛开的花瓣 笔尖沾阳红 那画出来的颜色 就有深浅的这个分别 然后我们先画一张 然後在這個花斗的布局上要讓它有疏密的變化 現在加的是花包 已經有開一點的 花心的地方用綠色染一下 巴托 這是花包 花在安排上也是一樣 左右安排的距離間距也不要太過開 它還是有固定的一段距離 這個是側面的花筒的位置 這個是側面的花筒的位置 再來加花拓 再來就是趁著花瓣未乾 加這個花瓣上的精脈 用楊紅 這個線條要帶一點彎漆 順著花瓣的方向 這個線條要帶一點彎漆 順著花瓣的方向 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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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般的水中 在水中 沈水中 有些水中 再来画花精 这个花瓣的经脉化完之后 再来就要补花精 花精只有一根,花梗还会分叉 分叉都是对称长 而且花梗出来跟花精是垂直90度的角度出梗 花细和花拥 against花细 花细和花细和花细和花细 花细和花细和花细和花细 不是 不過的地方我們在填補 把花心的花蕾點出來 點出來花的精神就出來了 小帶著花心的花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